贾秀全背黑锅 铭记曝光了中国女足兵败东京奥运会的幕后 真正黑手康嘉丽成为了牺牲品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关于咱们广大球迷高度关注的中国足坛的反腐事件 也是引发了广大球迷的热议 那么不可否认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足协的中高层人员相继落马之后 也真正的让大家感觉到中国足球在这些年里边 我们发展不起来 我们无法与世界接轨 有些时候除了跟我们自身水平差有一定的关系之外 那么这些在管理着足球的 从事着足球行业的这些足球人 他们或许成为了制约阻碍中国足球进一步发展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那么这些始作俑者的存在 严重的让中国足球偏离正轨 那么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那就是大家也都非常刻骨铭心的例子 在东京奥运会上 咱们中国女足承载着中国球迷的希望 大家希望贾秀全率领中国女足 为中国足球证明在国际大赛上能够去扬威力万 大家一度对于这支球队是充满了希望的 那么包括在中国女足踢的与韩国队的奥运资格赛中 对吧 附加赛我们两回合击败了韩国 拿到了奥运入场券 当时的为中国女足拿下奥运入场券的功臣 唐嘉丽等几位球员 落选了中国女足参加奥运会的名单 这确实是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甚至当时亚足连都在官网上发文 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决定 认为中国女足我们的奥运名单 为什么会放弃唐嘉丽 马军 楼嘉汇等几位核心球员 让中国女足我们的整体战斗力 我们自身就完成了一个削减 对吧 你把这几个核心都放弃了 你中国女足拿什么去抗衡那些欧美强队呢 事实证明中国女足最终 我们在奥运会上 0比5惨败巴西 2比8惨败给荷兰 三场小组赛 一场没赢 我们惨败出局 贾秀全成为了大家口诛笔伐的对象 那么回国之后 贾秀全一直销声匿迹 就此淡出足球圈 让大家认为贾秀全成为了中国女足 成为了中国足球最大的罪人 认为他要为中国女足兵败东京 承担所有的责任 因为他在东京奥运会之前 所敲定的中国女足的这份大名单 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有太多中国女足的核心老将主力 被他放弃 而选择了一批 没有代表中国女足 参加过国际比赛的一些年轻人 那么这些年轻人去了奥运会 交了学费 让中国女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奥运会四年只有一届 难道我们是用奥运会来练兵的吗 贾秀全这样的做法真的让人大家想不通 那么当所有人都在把这样一个罪名 怪罪于贾秀全身上的时候 就在近日我们看到 根据我们国内知名的足球记者 冉雄飞发布了一个重磅的消息 他也透露了这一次中国女足兵败 东京奥运会的背后真正的幕后黑手 真正的始作俑者 其实不是贾秀全 他说到贾秀全无非只是一个 在前面背黑锅的那个人 因为像这么高的决策 如果真的是贾秀全作为一个主角恋 他提出这种存在争议的名单的话 估计高层都不可能给他批准 通过对吧 或许这一次能够让他带着这套名单去参加比赛 正是因为他的背后还有一个始作俑者 还有一个真正的黑手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冉雄飞也透露了 就是已经被查的中国足协前党组书记 杜赵财 杜赵财 他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那么如果说冉雄飞他所爆料的这些事情真的属实的话 那么也就暗示着杜赵财 他真的将会成为中国足球历史上的最大的罪人 那么此前我们就分析过 其实杜赵财根据冉雄飞的爆料 他在足协各个部门安插自己的心腹 对吧 违规提拔了很多的亲信 那么相关的事宜已经被曝光出来 在曝光了这些事情的情况之下 其实这些人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足球发展的同时 那么同样如今又曝光出来 关于杜赵财 他让中国女足的几位核心球员 唐嘉丽等人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 无缘了东京奥运会 如果这些消息真的属实的话 那么杜赵财势必将会被盯在中国足球的耻辱柱上 那么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原谅 无法接受 是一个无法去饶恕的一个罪名 那么杜赵财势 我会说